好的 接下來宇豪要分享今天帶來的第二個 靈異故事 為什麼妳有點戰斗的感覺 我還好吧 我不怕 OK OK 好 那我開始講了 第二個就是我親身經歷 全部都我親身經歷 在土城發生的一件事情 那天呢 我就在跟一個女性友人 然後我們去吃火鍋 然後吃吃我們就聊得很盡興 然後因為我的視線是對著一個落地窗 然後那個落地窗透過去就可以看到一間超商 喔 剛好 對 看到一個超商 然後那個超商的位置是一個書架灘 就是不是有擺雜誌的地方嗎 喔喔喔喔喔 落地窗 然後書架灘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就跟我女性友人吃吃火鍋 然後我就突然間從 因為她頭擋住我嘛 然後她可能拿東西的時候就突然看到 欸 書架灘旁邊 進來有一個紅色的東西 蘸紫紫的 紅色的東西上面 劈頭散髮 就大家想像就是鬼片那樣子 大概展示她 假設我側 所以喔 你在這樣看她 對對對 我在那個火鍋那樣 然後她這樣側著 然後頭髮這樣子 然後可能留一個眼睛 我沒有看得很仔細 然後臉是白色的 然後很高喔 就是整個是紅衣服到頂 就整個人看得到這樣 我一開始想說 是不是聖誕節裝飾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愣住了說 欸 然後就大概愣了大概兩分鐘 然後那個 我對面的朋友 他就說欸 怎麼了 你怎麼都不講 後來不吃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有點嚇到 我想說怎麼那麼明顯 我就跟他說 喔喔 不要回頭不要回頭 後來我就不管他 因為我很常遇到 不管他繼續吃吃吃吃 然後走之前我還這樣喵一下 還在嗎 還在 還在 對 然後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聽說遇到紅衣都是不好 都是不好 對 然後我就 都沒有跟那個女性朋友講這件事情 我就說好像氣場不太好 然後走了 然後再回去 然後我也回去 後來當天晚上她就 突然間打電話給我 你說女性有人 對 她說她就是那種 有點快哭的那種 驚慌失措的聲音 她說 余浩 你今天到底碰到什麼事情那種 然後就是一直在啜氣這樣 然後她說 我現在蓋著棉被這樣 說你怎麼怎麼是小偷進來了嗎 什麼 她說 沒有你今天到底遇到什麼事情 你趕快跟我說這樣子 對 她就一定要知道那件事情 對 我說我遇到了一個靈體 嗯 站在草上這樣 她說那靈體是不是紅色長頭髮 我說 打雷就對了 不可能 好 我就說 對 你怎麼知道 她說 她在我的屋頂上 蛤 所以她跟她回去了 她在她躺著 棉被改 她在屋頂上 然後紅衣的 然後頭髮垂一下 就像鬼片那樣 跟她回去了 然後她看到了 而且我沒跟她說 對 對她看到而且描繪的 都是跟我看到一模一樣 那接下來怎麼辦 你有叫她 有我叫她說 就是如果 如果大家遇到鬼壓蟲的話 可以罵髒話 喔我聽說人家說罵髒話 然後盤腿 為什麼要盤腿 為什麼 讓她 不要讓她附身是不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說實在 因為我也不懂 可是我每一次遇到 我就改善一下 然後發現這最有用 然後她真的這樣做嗎 對 後來過一下下就走了 拉開被子就不見了 那後續有去找老師 她有去收金了 那因為不是我遇到的 我就沒有去收金 只是你朋友真的是 很lucky 很lucky喔 就是通常 因為她是屬於看得到的嗎 不是 她是完全從小到大都沒有遇過的 對啊 然後結果她就遇到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其實我自己也覺得蠻扯的 可是這真的就發生 好那我們謝謝宇豪跟我們分享 今天第二個 主城超商女鬼的故事 然後後面還有兩個對不對 還有 還有 越來越恐怖 不一定 見人見人 但都是親身經歷的 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就期待下一集宇豪帶來的靈異故事 謝謝宇豪 謝謝 謝謝 餓 achieving 好 劉钱 救命 我會 nhìn我 我發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